我们打什么 斗地主吗 斗地主种类太多了 很难同意的 这次我们打有个 我计划标准的 桥牌 光谷 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哦 桥牌这么复杂 你都会玩啦 光谷已经教会我了 我教你们吧 很容易的 不用 我们会玩 谁先叫牌 什么叫牌 初牌之前不是要叫牌的吗 按照规定由发牌者 首先叫牌 光谷 你不叫 我差点忘了 叫 为什么不叫呢 我突然有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我要叫了 拱桥 我有四五六七六五四 这是什么 拱桥啊 四五六七一六五四 刚好是拱桥 可是你的桥 没有我的桥 六七八九是九八七六 啊 所以我的桥通车了 你的桥倒了 你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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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么玩吗 行不行很有意思 我们下一局 输的人闲叫 不是应该下架就要排吗 什么下架 我就知道下架三千斤 药 对 你瞧 你急得也可以啊 所以展博你凶了 我的桥又通车了 耶 兄弟 你们太多了 客人怎么办 刚才展博不知道规则 所以我们重来一次 悠悠 你重新叫 好好 重来重来重来 这次我叫 赵周桥 我有 你能不能出一次啊 别客气 你们说 你们说 可是我们不知道 怎么才算赵周桥 给点提示 赵周桥是中国最著名的大桥 它把平板桥和拱桥 巧妙得合而为一了 就是随便出一组拱桥 比方说五六七八七六五 然后把它打成平板桥的样子 雪刀老 火刀老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 我们的世界观崩塌了 因为我们见识了全世界 各种著名的大桥 伦敦大桥 南普大桥 香港金马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 飞多鲁沟桥 鲁炉定桥 西湖九曲桥 国安宋慧桥 国安律子桥 国安奈何桥 国安奈何桥